法式饮雪鱼搭配盐池滩羊,再点缀以中宁枸杞 在台湾青年宛鱼庆经营的餐厅中 类似这样的融合菜品逼逼皆是 以宁夏特产为食材,服以西式烹饪方法 宛鱼庆在寻味之旅中邂逅宁夏迎川 并以这种兼容并包的方式推广着当地特产 我们主要是西式的那种融合菜 就是不是完全的偏西餐 主打的话应该是以本地的 就想要推广一些本地的食材 像我们的葡萄酒啊 还有一些酒都是赫兰山东路的葡萄酒 去搭这些西餐 就是西式的手法去做的一些本地的食材 像是盐池滩羊 我们有盐池滩羊 然后是用美式烟熏烧烤的方式去处理 然后还有本地的和牛 宛鱼庆与宁夏结缘于2017年 彼时他决定来到丈夫的家乡 宁夏迎川 与其一同从事餐饮行业 当时的他心怀忐忑 台湾偏田口的饮食文化 能否被大西北认可 而到达宁夏后 一切顾虑便都迎刃而解 那时候刚来创业的时候 其实抱着一半一半的心态 就是一半成功一半失败的心态 可能失败的心态还大于成功的心态 因为那时候毕竟不了解 迎川本地的消费习惯跟饮食文化 接受度很大 真的 而且特别愿意尝鲜 然后当他们进来尝鲜了之后 觉得口味不错的时候 就会变成常客 抛开饮食 宁夏的发展速度 也令宛鱼庆感到惊讶 在他的想象里 宁夏是一派大漠孤烟值的景象 而当他来到这里后 车牌自动识别 现代化的小区都令他唏嘘不已 到了银川我才发现 就是这边有那种跳跃式的进步 就很简单讲我们家 我们家台北那时候 还没有车牌辨识 自动的车牌辨识 进入停车场 可是我刚来的时候这边就有 然后这边的小区 在我印象里面 小区就应该是小小的一个区 可是这边的小区是 就七八栋大楼 然后电梯楼 然后非常大的一个区 可是你们这边都叫小区 如今 银鱼庆与丈夫在银川经营的餐厅 已扩展至三家 他在银川结识了许多食客朋友 他们总是逢年过节赠送礼物给他 这让远在他乡的银鱼庆十分感动 我们有很多客人到后面 已经变成就是朋友了 像我们有一个第一位客人 他一直到现在跟我们关系都还不错 还有一次最感动 就是我们那时候不是开业吗 他自己画了一幅油画 这样子 然后就特别感动 那幅油画到现在我们都还放在我们的灵位台 五年的时光 让银鱼庆对宁夏有了全新的认识 也让他深深感受到了大西北的友好 他笑颜 银川是自己的创业福地